今日 亚洲时尚午后 Ava肖亚轩在台北西门厅举办 个人第十一张专辑 潇洒小姐的庆功演唱会 金牌大风特地为Ava定做了一套 媲美电影《杀死比尔》中 黑黄色景深音的性感赛车服 还让Ava搭乘千万的跑车 以最帅气的方式进场 竟显潇洒 Ava的首播主打歌 潇洒小姐自9月1号 在HITFM正式首播后 立刻引爆讨论热潮 MV的点播量也是惊人数字 新专辑才开卖一天 不仅在全亚洲总共出货30万张 在台湾地区也以秒杀速度 突破55819张的销售佳地 夏亚轩开心地表示 希望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并且希望自己的歌 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 就是像天气大放异彩 心情就是非常愉悦 而且开心满意 然后希望这张 潇洒小姐可以唱下 就是Alva 从第一张到现在来 另外一个事业的 另外一个里程碑 跟带我往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希望这张专辑 除了大中华地区 也可以带去更多不同 没有去过的国家 让更多人可以听到 天后蔡依林最近翻桃花 记者追问却不肯承认 事业扶摇直上的夏亚轩 曾表示替有新恋情的朋友开心 那么自己的终身大事 Alva又是如何筹谋的呢 对此 夏亚轩坦诚表示 不会抗拒多多益善 并且现在也是在被追求中的 先让事业烧杂 感情顺其自然 我没有刻意要强求或是不要 我觉得现在事业为主 专辑烧杂小姐为主 然后其次的呢就顺其自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